亲近阅读 享受阅读 这是上海书展举办至今 始终不变的目标 但是它的表达方式 却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我们首先来时光 回到2004年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张图 是2004年第一届上海书展的场景 您看这条主通道 以及它周边的展台 其实模仿的是福州路的书店街 把书店搬到了展馆 那市民们花十块钱的门票入场 就能够八折雇书 当时那一届的书展 以优惠的价格开放的购书环境 把书友们聚集了起来 而今年的书展 汇聚了数十万种图书 940多场活动 讲座等等 可以说是以阅读之名 上海书展正在打造出一个文化磁场 吸引着众多的观众 在这里与书香相遇 2016年的上海书展 胡小姐最后一个离场 今年她又成为首位入场的读者 对她而言 在书展上与文化相遇 与人相遇 乐趣无穷 可能会从某一个不经意的拐角中 可以听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讯息 或书训之类的 我觉得她书展来得更直接 更加的有沟通 沟通性更强吧 傅老伯和爱人已经连续六年 准时来书展打卡 感受海派文化 感受书香浮面 老两口有着满满的幸福感 在上海 读书的空间延伸到书展之外 定期举办的私南读书会就是其一 从14年举办至今 已近200期 吸引了大量书友以文庆心 上海本身是一则很喜欢阅读的一则城市 它的市民当中喜欢读书 喜欢文化的 这群人是非常多的 无论书展本身还是因它而引领的阅读时尚 在读者看来 书展早已不是个七天的展会 而是让书香浸入生活的平台 是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如何看待书展的文化磁场效应呢 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上海书店出版社社长许仲义 连续14年带队参加了书展 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他的观点 早期的书展呢 我的感觉 作为我们出版单位的感觉 就是如何地把我们图书呢 通过这样一个书展的平台推销出去 那么现在呢 说心里话呢 随着我们整体的书展概念的提高 市民文化水准的提升 我觉得呢 就是我们不单纯是一个商业的行为 主要是个文化的行为 你看我们现在书展 可以说每届书展 我们的活动都排得满满的 有广大的 有一流的这个作者 有很多的那个读书的爱好者 一起来参加 这样呢 我觉得这个说文化磁场这个概念呢 我觉得不单是个创造 对我们整体的这个文化世界的提高 文化的发展都是有非常好处的 谢谢徐社长